欢迎收看电影情报站 我是林书华 我们即将迎来新的一年 今天就要带大家来看看 在2020年有什么样的电影要上映 先带大家抢先看咯 首先要来看到的这部是 《神力女超人1984》 没错大家应该都很熟悉 在2017年 这个DC超级英雄上映的首部 《神力女超人》还要除续集咯 也就是这些下午我们要看到 《神力女超人1984》 这次大家可能从片段里面就会发现 这个尤克里斯排恩他所饰演的史蒂夫 他竟然复活回归了 而且在里面还有一个非常经典的反派角色 暴女 他这次则是由克里斯林威格来饰演 但是他这次不是一开始就是反派 他会先以这个戴恩娜 他非常好朋友的角色出现在他身边 但是这样的好朋友最后怎么变成反派呢 这个就要等大家亲自去看一下电影才会知道咯 那这一次的《神力女超人》 他会面临到两个全新的敌人 那是有什么样的敌人 我们就先来通过片段 来看看《神力女超人1984》 《神力女超人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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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一直在爱恋? 很久以前 你? 很多次 每次 欢迎来到未来 生活是好,但可以做更好 所以为什么要做? 所有你需要是想的 Kidsperj 想想想终于有的 所有你一直想的 我能救 today 但是你能救世界 即使 斐 现在 我徒相欲 在远远,大家都会看到 世界上需要你 你知道你需要做 任何好事是出生的事 而大事不是你认为 明天這個不停於地址 但他們沒有什麼做法 可能會超過好 我們沒有看過 我們不要忘記到 因為我們這個裡就喜歡 太過分了 還有什麼 她們看過 我是不是 這不是 不 太過分了 我不管 你會看過 在那裡 1月份會上映的杜利德 那這一部非常著名的經典文學作品呢 他其實已經被多次的搬上大一幕 那這一次是全新的版本 找來就是鋼鐵人小老葡萄泥 他來飾演裡面的杜利德醫生 那這杜利德醫生呢 他是一位可以跟動物來溝通 來對話的醫生喔 但是呢杜利德在他失去愛奇之後 他長期多年的時間 他都是生活在莊園裡面 過著五世隔絕的生活 那因為他生活在這維多利亞時期嘛 那有一次呢 這個女王 維多利亞女王 他就生病了 所以這個杜利德 他是一位非常知名的醫生 他就被通知了 他要去尋找解藥 所以逼不得已了 他就開始要踏上一場冒險旅程 他要到一個神秘小島上面 來去尋找解藥 然後帶著他的一群真奇異獸的朋友們 那這一次的杜利德呢 他有另外一個看點 就是他們找來了非常多 很重大的卡司 非常厲害的卡司 來幫裡面動物配音喔 來看看片段 來聽聽看你認得認不出來 裡面有誰吧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杜利德 蛤? 蛤? 香菇灯実 二 一目的 Happen 冲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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Dr.Dolittle吗? We have no choice but to embark on this perilous journey Everyone pack your bags You can talk to animals It's okay to be scared Hello Barry Hello lunch Somehow we just belong together Yes I think to myself Oh what a wonderful world 再來要看到這一部是結合動畫的真人動作冒險喜劇 因素小子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玩過這款遊戲 就是一隻亮藍色的滋味 用非常快速的速度去闖各式這樣的關 那因為我有玩過所以覺得這部電影還蠻吸引我的 那這次電影它在說什麼 它就是由金凱瑞飾演的蛋頭博士 它要對上因素小子 這蛋頭博士它可是打出了高科系的武器 它要對上因素小子的超能量 而這個因素小子它有一個人類的朋友 就是湯姆華卓斯基 他們要聯手起來 來阻止這個蛋頭博士 因為這蛋頭博士想要利用因素小子超能量 他想要統治全世界 所以那個因素小子跟湯姆華卓斯基 要聯手起來 要來阻止它 究竟他們會怎麼做呢 我們就先進到電影的片段裡面 跟著因素小子來標速吧 快點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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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你放在我身上 哦,这个是可爱的 你身上有软件事,对吗? 你身上有软件事 你身上有死 是你身上有的吗? 不,但是你身上有请 来到你身上的蜂蜜 你身上不死了吗? 我没想到 你身上的蜂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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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我的朋友 好期待 这就是我的力 那是我的力 我用它来保护我的朋友 你能看到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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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片搶先看要來看到的這一部是俄羅斯的電影 末日驿站 它的故事的背景就是設定在外星飛船墜落莫斯科事件之後 三年之後有一位這個少女叫做尤莉亞 尤莉亞她因此就獲得一個非常外星的神秘力量 這神秘力量可以讓她擁有操控水的能力 那她有這個能力當然很多政府就想要秘密的實驗她 想說這個能力到底成何而來 而且不僅是人類開始駕馭她這個能力 就連外星的異種也想要跟她去灰這個能力 那這變成兩邊雙方追殺之下 這尤莉亞她在不得不選擇她要為誰而在 尤其這部電影還有一個看點 就她出現了很多像電影《2012》裡面的末日場景 像是水淹大城市啊 或是水這個以海遮天啊 以水遮天的畫面都是值得一看的喔 就先來看看末日驿站 是不是有 Rat 我准够 subir了 你会帮你 rage 我准备你 我这方面 你多这种欠意 比我这种欠逼 你那种欠逼 你又是 立即 她不是一位的手 她的力量是一所 她硬得真正 她必须破 他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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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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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去 你死了 我們人 我們要到最後尾封死 一起互相 你 вообще за какую планету воюешь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 為背景的電影題材 其实蛮多的 那每一部电影要怎么样来去 想新的花样 有新的剧本来出奇之声 那也就是大家的看点咯 我们接下来要看到这部战争片 1917 它可是由金奖的导演 三姆曼德斯 最新的作品咯 故事就在说 有两位英国的士兵 史考菲还有布雷克 他们在一次世界大战 这个打得非常激烈的时候 他们受到了指派 他们指派要完成不可能的任务 必须要他的时间赛跑 他们必须要到敌区里面 来传递这非常重要的讯息 那这个敌区要传递什么讯息呢 就是他们要传达说 接下来可能会发生一场 让数百名的士兵 都陷入到致命危机 当然这里面 数百名士兵里面 还包括了布雷克他的情统力 所以这情况可以说是 非常的危机啊 他们能不能够顺利的 传达到这个讯息呢 那这部电影的另外一个看点 就是大家可以知道的是 这个导演啊 他们还为了这部电影 去设计了两种不一样的剧本 一种是给演员看的 里面有一些对白啊 脚本是大家平常都会知道的剧本 另外一种还特别是 写给摄影师看的 因为他们每一个走位 还有每个镜头 怎么样走 都是有先固定设定 有先设定好的 所以这个脚本啊 有分了两种版本 也就是大家可以看出来 他们的用心咯 我们就一起来看看这副战争片吧 1917 Blaque Pick a man Bring your kit I hoped today might be a good day Hope is a dangerous thing You have a brother in the second battalion Yes sir They're walking into a trap Your orders are to deliver a message Calling off tomorrow morning's attack If you fail It will be a massacre Let's talk about this for a minute Why? We've got orders to cross here That is the German front line Hold back! If we're not clever about this No one will get to your brother All will All will There is only one way this ends Last man standing Last man standing We need to keep moving Come on We can't possibly make it that way man Are you bloody insane? If you don't get there in time We will lose 1600 men Your brother among them Good luck I'm going to be going over home Good luc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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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e're going to be here We're going to be here Let's see 明年2020年 有什么电影 要先让大家抢先看 大家看到这部 是在明年1月份 会上映的电影 它也是改编至经典文学著作 小妇人 那这部电影叫做他们 那他们呢 也是其实是多次被登上大荧幕了 像是1933年啊 1949年啊 还有1994年 都有不同的版本 那这次最新的版本呢 找来是色夏罗南 他来饰演这电影里面非常经典的灵魂人物 也就是马其家的姐妹 里面的二姐乔这个角色 为什么乔是特别重要呢 因为他在里面非常有才华 而且很有实力 他想用自己的实力来去证明说 其实女性喔 在这个时代 他们也是具有重要的力量的 所以也是代表这个新世代女性的发生啊 那色夏罗南啊 他也因为这部电影 他入围了这次金球奖的剧情类最佳女主角的奖项喔 那另外一个看点呢 就是找来了影后梅丽石脆补 她来饰演马其家姐妹的姑姑 那这个姑姑呢 和马其家姐妹喔 也就是她的侄女们之间有什么幽默的互动 也是本片的一大笑点喔 那我们就先来透过片段来看看吧 她们 我正在工作上的故事 这是我的生命和弟弟的故事 这姑姑娘 能确定她结婚在结束 她说她结婚了 是的 没有人在这种ота 那是因為我富製 Jo would you like to dance with me I can't because I scorched my dress And Meg told me to keep still so no one would see it I have an idea of how we could manage Jo is a lost cause So you are your family's hope now I believe we have some power over who we love it isn't something that just happens to a person I think the poets might disagree We can leave right now I'll sell stories Jo And you should be an actress And you should have a life on the stage Just because my dreams are different than yours Doesn't mean they're unimportant I have helped you ever since I've known you, Jo I couldn't help it It would be a disaster if we married It wouldn't be a disaster We'd be miserable I'd be a perfect saint I can't A new play written by Miss Jo March Women, they have minds And they have souls As well as just hearts I want to be great or nothing And they've got ambition And they've got talent As well as just beauty I'm so sick of people saying That love is just all a woman is fit for I'm so sick of it There are some nature's too lofty depend So who does she marry? 再來要看到的這一部電影 它可是改編自同名的百老會音樂劇 而成的電影喔 這一部是紐約高地 那它也是一部音樂歌舞劇 它是由之前一部電影是瘋狂亞洲富豪的導演朱浩維 他全新打造的作品喔 那它是在說啊 紐約高地它這個地方 它是一個街道上都非常充滿美妙旋律 只要是小小希望 在那邊感覺就可以變成大大夢想的地方 那這樣的地方呢 裡面就有在第118階地鐵站外面 有一間小酒館 這小酒館呢 有一位老闆 他是一位非常有人緣 而且具有感染力的老闆 他叫做尤斯納維 那尤斯納維呢 他就把他自己物力存下來的每一分錢 然後去累積成大大的夢想 而且用他的歌聲要唱給大家聽 當然這個音樂歌舞劇就是要用歌聲 還有他們的舞蹈 來去傳達他們的熱情與活力 給越來越多的人 希望大家都可以感染到他們的快樂 我們就一起進到電影裡面 來感染一下他們快樂的氛圍吧 紐約高地 What does Suenito mean? Suenito It means little dream That's it? No story? Alright,Alright, everybody sit down, sit down It's a story of a block that was disappearing In a neighborhood called Washington Heights The streets were made of music I am Usnavi And you probably never heard my name Reports of my fame are greatly exaggerated Good morning Usnavi Pan Caliente Cafe con leche On these blocks, you can't walk two steps Without bumping into someone's big plan I'm making moves, I'm making deals But guess what? What? You still ain't got no skills I've been saving up all my pennies in my piggy bank for this day This is gonna be an emotional roller coaster The odds are against you But there's a chance Right? A dream isn't some sparkly diamond There's no shortcuts Sometimes It's rough The world spins around while I'm frozen to my seat In the heights You're talking about kicking out all the dreamers It's time to make some noise It's time to make some noise We had to assert our dignity In small ways In the heights Shh Just listen Little details That tell the world we are not invisible Ignore anyone who doubts you In the heights That I hate my flag upon display We came to work and to live and we got a lot in coming I see that I came from miles away DRPR we are not stopping In the heights Every day for six days Until the day we go from poverty to stock options In the heights I got today Today's all we got So we cannot stop This is our block in the heights 接下來要看到的這部電影 他可是細膩的描繪了身為母親的太空人 當他面對到了家庭還有工作 這兩難的情況他會怎麼樣去處理呢 找來了就是伊瓦格林他來飾演 這其中他是科學家 是女強人他也是一位媽媽 那他在裡面喔 因為他必須要到一個國際太空總站 來去完成一個任務 那這太空船上面呢 有來自各國的這科學家 所以讓他喔也要必須會法文 要英文也要德文也要俄羅斯語言 所以在這部電影裡面你可以看到 有伊瓦格林他飾演的沙拉 他整個就是哇好厲害耶 會各種的語言 所以語言的能力啊 在這部片也是值得一看的看點喔 那這個導演呢他就說 為什麼他想要 以這個科學家結合媽媽的身份呢 是因為他本身就是一位母親之外 他也是覺得對這個神秘的外太空 一直以來都產生了好奇 所以他想要把這兩個結合起來看看 那觀眾會是怎麼樣來抉擇呢 或是親情的連結能不能夠戰勝一切呢 我們就來看看 《星星之我星》 5 4 3 2 1 我沒有想到一天 我會說 《星星之我星》 但又來我們 我們做最後的準備 做我們的長期 最長的旅程 可以 你不聽不聽光嗎 嘩嘩嘩 嘩嘩 嘩嘩 你知道你媽媽怎麼走一天 你非常恐怖 一會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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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是有很多人在這裡 你能頂著自己 你不在意? 我认为你应该要求你灭热热 什么你知道我的技术吗? 你来吧? 你不在意,你害怕我 走! 没有这样 像柯弦的原蛋 不会像柯弦的原蛋 07晚你出发 我今天想先看 要來介紹給大家是在明年2月份會上映的電影 蜜蜂與遠雷 你光聽這個電影的名稱 你能想像他會在說什麼嗎 他是要以鋼琴比賽為舞台 要來描寫人間命運 因為在這個鋼琴的國際大賽上面 是很多新銳的鋼琴家 他們想要展露頭角的絕佳機會 而在這一次的這個國際鋼琴大賽裡面 就來了四位優秀的這個音樂鋼琴家 他們想要爭取的行之命 那分別是拿四位呢 而是曾經被一位是曾經被稱為天才少女 但最後是突然消失的啞夜 另外一位呢是平凡的老爸 他叫做明石 那這個老爸呢他是想要爭取 在這個比賽的年齡限制之前 趕快來試一下自己到底有沒有能力 那還有另外一位是什麼長相啊 和他的彈琴的技巧都非常厲害的 音樂王子馬薩爾 還有一位是被稱為一樣的少年 非常神秘 擁有這個絕佳推薦彈的陳 那這四位年輕的這個鋼琴家 他們就要在這次的國際鋼琴大賽上面 來看看到底是誰會被音樂之神給眷顧呢 誰又可以拿到這個國際鋼琴大賽 非常厲害的一席之地 就來看避風與眼淚 世界最高峰のピアノコンクールに挑む 四人のピアニスト ペイだよペイだよ天才少女 また逃げちゃうんじゃない 今回がダメだったらピアノはもうおしまい 年齢制限ギリギリだから コンクールもこれが最後 新しいクラシック それをやりたいって夢がある letter of recommendation 世界中にたった一人でも ピアノの前に座ると思う お姉さんはステージから降りると いつも迷ってるみたいに見えたから 覚悟がないもの ピアニストになるっていうの 結構悲劇よ Make a perfect performance 先生 見つけたよ 私は 失礼 ピアノの音は出なくなったのかと思って えへへ 音楽だけをなりわいにしている奴らには 絶対にたどり着けない領域があるはずだから This is unfair 世界がなってる あなたが世界を鳴らすのよ エデンさん 時間です それぞれの思いをかけ 天才たちの戦いが 今始まる ミツバッチとエンライ 音楽の神様に愛されるのは誰か 次回を見た この映画で つらいの映画がある エドランの作品の作品 この映画は 歌歌恋愛了 どうやって 私たちの映画は 彼ら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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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說那我去投靠哥哥好了 他的哥哥卡琳 雖然跟他這個感情很好 但是呢面對這麼一聽 三十五歲的妹妹 那也想說要怎麼跟他相處呢 那卡琳呢有一天他就愛上了蘇菲亞 也就是他妹妹的婦產科醫生 跟他陷入了戀愛 但蘇菲亞就覺得說 不行啊哥哥感覺是我的啊 就感覺被冷落了 他既生氣又失落之下呢 他又不得已面對 他必須要成長 他必須要自己學會長大 當然這個長大的過程之中啊 他也是要想辦法去交男朋友啊 去找工作啊 甚至是面對爸媽等等 一切一連串的這些 失苦的男主都發生在蘇菲亞的身上 那究竟他會怎麼樣去成長呢 他會怎麼樣去面對他人生的課題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 哥哥戀愛了 我怎麼辦 明九月也不見 然後,因為這個兒子 你真的要去跟一女人像她 在比特别人的帽子 是完美的 但那... 也 oui 我感觉到她很确定 像是很正确的 但不正确的 但不正确的 不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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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跟她说 是正确的 我设计了 她的意思 为什么 每个人都问她 她的孩子 像是我们的 人家人 不正确的 不正确 你不是說修飾的嗎? 我也是有任何男女 在老人家,你同在相同的貌 但你很像他在這麼有趣 你怎麼知道我們四十字? 是你一雙雙雙? 你只是看一眼 就像她的顏色 可能 她很喜歡 你很喜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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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一家庭的家庭 像老婆 你很美 看我們 要是要離婚 去活動 在那個時候 你可能會想到 你未來 在世界上 我愛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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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正常 你一直都很帥 你很可怕的行動 放下 你也不知道我們在做的 大家都知道 孩子也很困難 不不不不 不不不不不 來看到這一部 是泰國的喜劇片 娘娘相日記 那它其實原本 是一部在泰國 被稱為神劇的電視劇 那它現在改變成了電影 希望也可以造成一股轟動啦 它的故事就在說 有這個比女人更女人的 偉娘三人主分別是 葛斯高福還有小金 他們遇到了一個前所未有的大挑戰 能不能夠騙過整個時尚圈呢 故事就在說有一個網紅 凱薩琳 他非常厲害喔 他也很漂亮 但是呢他因為一個意外 讓他跌倒而昏迷了 但是面對到接下來 他有一個非常重要的拍攝 所以他身為網紅 他怎麼能夠缺席 而且如果他缺席的話 這些團隊啊 可是要賠上五千萬的巨額賠償 所以這偉娘三人主一想 不對喔不行喔 我們賠不起這個錢 他們就要想辦法 讓這個凱薩琳啊 再次出現在這個拍攝上面 他們後來就找到 一位是在賣咖哩的姑娘 她叫做小男 那這個小男呢 他外表和凱薩琳極為相似 但是他講話 一講一開口講話 就會知道 他是一個土豹子來著喔 那所以這偉娘三人主啊 他們就想辦法 要在時間裡面 從裡到外的徹底改造小男 讓他能夠取代凱薩琳去參與這場拍攝 他們能夠成功呢 結果現了我們來嘣 《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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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チ graphics 又一度沒有在股權 Hello 但電汴對著作出 ty Scan 3 Cathriona 華nic C väldigt 第 - 他是 - 他是 那是 他 如果是 他要 他要 我会给你了 50 亿亿 50 亿亿 50 亿 这是我开心 我做了 我才是 你拥有的 但是我爱你 你不得了 你能吃了吗 我得了 你不得了 你不得了 你才能吃了 你不得了 你吃了 你会吃了 你会吃了吗 你会吃了吗 我以为你能干吗 你会与你如果把关系放一下 那是最吃的 我们要买的 这个是二位 那么你会来的 我们要买 你会购买的 我会有点费 我要我再depth 哦 天哪 你为什么要不要 啊 我会有什么 你不能要越好 你不会 我会有点 我会有点 I'm so proud Shut up, you don't know me Don't touch, leave me now You're still a bit while you're so proud Crazy, crazy, but it makes me strong Shut up, you don't know me Don't touch, leave me now You're still a bit while you're so proud Crazy, crazy, but it makes me strong I'm so proud Mึง就只有นี้เหรอ Chuik Mึง Ah! Chuik Hit Chuik Sai Chuik Ni Ku 芯片 抢心看 要來看到的這一部是在明年一月份會上映的日本電影 那一夜 那究竟那一夜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在故事里面 有一天晚上 这个道成家的妈妈 她就很醒了 就把自己家的丈夫给杀害了 但她是为了自己三个子女的幸福未来 因为这个爸爸呢 常常会借酒对他们家人施暴 所以妈妈也没有办法 走投无路之下呢 她只能这么做 那这一夜晚上过后呢 也让这三个子女的命运重新改变了 像是长子大叔 她有口气的症状 然后像是次男凶恶 她有个记者梦 但是她只能在杂志社工作 还有他们的小妹妹原子 她因为被贴上了杀人犯女儿的标签 让她只能放弃她的梦想 而在15年过后了 妈妈这行期满了回到家之后 她努力想要修复和家人之间的关系 她有办法能够成功弥补吗 其实这部电影她也是在探讨 罪与法还有家人啊 亲情之间的牵绊 所以这部电影她也可以带给大家很多的心思 是大家看过电影之后也可以知道的哦 那她也是同样改编至 这个药 这个桑原玉子 她非常畅销的舞台剧 以及知名的导演白石和米 她的最新副名 就一起先进到电影的片段里面 一起来思考思考吧 那一天 台湾的皆さん こんにちは 映画一夜監督の白石和弥です 映画一夜 我感到很高興奮的俳優 我感到很高興奮的工作 母親和三人兄弟の話 三人兄弟が映画中盤で みんなで煙草を吸いながら ちょっとだけ笑い合うシーンがあって そのシーンは 撮影時も映画時も 見ていて本当に気持ちいいシーンだな というのがあるので 是非注目してみていただければと思います 子供たちの人生がめちゃくちゃなってる時に 何しに帰ってきたんですか? 何も悪くないって だってあの気の狂った亭主から 子供たち守ってさ お母さんはあの人から 私たちを助けてくれたんじゃ こんな大事なこと何にも話し合わないで 話したら子供なんか生まなかったか 散々嫌な思いしてきたんだから 飯のネタにして何が悪いんだよ 自分のしたことを疑ったら 子供たちが迷子になっちゃう 親なんて必死になっても空回りするだけ すべてを狂わせた夜から15年 親子の絆の行く先は どこからやり直したらいいのか 人よ 壊れた家族はつながれますか? 次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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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與電影來錄選了電影大觀這個單元喔 非常厲害 那這部電影裡面的主角兩個喔 其中一位是計程車司機博 還有另外一位是單親的爸爸 他是海 那他們兩人呢 在人生的最後相遇了 但是又面對到了社會大眾的眼光 究竟他們會選擇要順從自己內心的想法 還是說要順從他人眼光的正途 回歸到這個所謂大家所謂的軌道之上呢 那其實這部電影他就是在探討說 其實每個人啊 他們大家談的戀愛 到底是真正自己想要的 還是只是要符合社會大眾的道德標準呢 我們就一起來看看這部電影的片段 一起先來思考一下吧 這部電影是叔叔 在他身邊 《逼返》 在他身邊的電影 在他身邊是在身邊 有些風格的電影 只能在身邊 尋找到一個電影 可以接觸到一個电影 就能在身邊 沒有成功 但要是在身邊 在身邊 然後 都是個電影 甚至可以接触到 在身邊 电影有很多类型 那当然在明年2020年即将要上映的电影 怎么能少了恐怖片呢 再来推荐给大家一部恐怖片 《愿咒》 那这部电影可是由蜘蛛人的亿万导演 山姆蕾米还有妮可拉斯佩斯 还有鬼才明导之称 他们联手打造的电影 他们要重新定义什么叫做恐怖经典 那这部电影在说什么 就是有一位单亲的妈妈 她也是一位警探 她叫做莫顿 莫顿就发现了在远处郊区有一栋房子 她是被一个复仇的院里所诅咒 所有进到这一栋房子里面的人都会死去 那这个莫顿已经和她的儿子 也就不小心进入到这个房子里面了 他们就必须要在这个受到怨灵诅咒攻击之前 要想办法逃出这一栋房子 而且在这一次的怨咒里面 还有经典的这个 鬼手洗头的画面也会出现 相信很多人看完 应该都会不敢闭着眼睛洗头吧 今天电影情报站帮大家整理了 在即将到来的2020年有什么样的电影上映 先让大家抢先来看 也希望大家都有想挑到自己喜欢想看的片电影哦 那当然也要祝大家的新的一年 新年快乐 每一天都可以保持开心的心情哦 我是林书华 我们下次见 这个人是剑冻冻 这个是PC Espencer 什么事件事发生在44 Rayburn Driv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police department I think something followed me home Mommy? What's going on? What's wrong? We need to leave right no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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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